为了帮咱们节目的粉丝朋友们在19年买保险的时候都不被坑 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份这样的武林秘籍 这里面都是一些保险避坑工业啊 理财方法等等这样价值千金的实用招数 点击小思淘宝的头像金属主页 点私信按钮 回复暗号武林秘籍 就可以免费的拿到了 有没有用 你看了就知道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思淘宝的头像金属主页 思淘宝 之前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粉丝朋友都在问啊 怎么给我家的孩子宝宝买这个保险呢 那今天呢咱们就来集中的聊一聊 如何正确的给孩子买保险 那咱们给孩子买保险啊 大致呢可以按照这个顺序来买 首先是这个少儿医保 然后是重疾 然后是意外 然后再后是这个商业的医疗险 那排在第一位呢 就是这个少儿医保 也就是给儿童用的这样的一个社保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啊 这可是国家给咱们的福利 所以每个孩子呢最好都要去上上 那参保之后呢 就可以享受到住院啊 门急诊啊 还有门诊大病啊 等等这样一些医保的待遇了 而且少儿医保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带病偷保 即使孩子呢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 也不会被拒保 那所以说呢 咱们家长第一个要给孩子买的 就是这个少儿医保了 每年的保费呢也很便宜 大概就在100到300块钱之间 那第二个应该给孩子配置的就是这个重疾险了 而且重疾险呢是越早买越好啊 因为现在像这种重疾幼龄化的趋势啊 可能是越来越明显了 那在咱们国家呢 像癌症啊 已经成为这个儿童这个腰折的第二大原因了啊 像这儿童癌症里面最常见的就是这个白血病了啊 那所以说啊 对于一些预算充足的家庭 可以直接去配置有多次赔付功能的这种终身的重疾险 而对于一些预算有限的家庭呢 也可以去购买一些定期的重疾险 或者保障20年到30年的这种消费型的重疾险 在等孩子成年之后 可以再去额外的配置这种终身型的重疾险 第三个呢就是意外险了啊 小孩子呢都缺乏这个自我保护的意识 很容易发生一些意外 而且喜欢乱跑乱动 那所以说呢 一年花上一个一两百块钱 买上一份这种意外保险啊 把保障一些意外伤害啊 意外医疗啊 等这样一些责任的话 是非常合适的 那最后呢 就是这个商业的医疗险了 虽然呢 咱们刚才说了 第一个要上的是这个少尔医保 但是这个少尔医保 对于一些社保外的用药 或者治疗方式是不报销的 而且呢 这个少尔医保的报销比例也有限制啊 不能百分百报销 那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引入这个商业医疗险作为补充 社保不报的部分 用医疗险来解决 所以总结一下啊 这个社保是国家的福利 务必要先给孩子买好 那其次呢 是重疾险 越早买越划算 商业医疗险呢 可以作为医保的补充 那意外险呢 可以等宝宝有了自己的行为能力之后啊 及时的备上一份 预防日常生活中的意外 那有了这些保障之后呢 家长们基本上就可以放心了啊 那最后啊 咱们今日头条的粉丝朋友们呢 一定要点击视频下方的了解更多 可以快速的领取我们的武林秘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